挑戰圖步返倒 南韓實況主七兒妹 過去8天都是藝人獨行 沒想到現在身旁 卻多了個黑衣帥哥 七兒妹邊走邊直播 有名黑衣人中途加入 兩人相談甚歡 沿途有說有笑 好幾幕宛如約會中的情侶 黑衣男生這還拿七兒妹的手機 錄影後空翻 兩人互動多 讓網友非常好奇兩人關係 但其實這個黑衣帥哥 真實身份是一名實況主 兩人還曾一起直播過 不過不管七兒妹走到哪 都會有新鮮事發生 還有粉絲特地送七兒妹一張 苗栗國通行證 對方還認真介紹 給用這個入境苗栗國 粉絲還幫其他台灣人的行為道歉 因為七兒妹在旅途中 遇到瘋狂粉絲跟蹤18分鐘 甚至還被要求幫唱生日快樂歌 整個過程結束 讓七兒妹崩潰大哭 覺得被當成猴子看 七兒妹擁有高人氣的同時 伴隨不少困擾 三線新聞 周深淇 台北報導